所以你坐在這裡 是因為你也要買房子 我一直有默默在買 可是都還沒有買到台北市 你有買了別的地方好嗎 一開始跟爸媽一起 先在美國幫妹妹 就是買一個城市 然後後來又從高雄買起 因為高雄比較便宜 然後就租店面 所以你現在名下是有房產的 沒有 放我媽那邊 因為我想要把我第一次 那個購物的留在台北 OK 你也是鎖定大安區嗎 沒有... 我看過板橋啊 新北市跟剛剛老師說的戲子 我都去看過 結果呢 我覺得還是內湖比較... 我還滿喜歡內湖這附近 那你對房子本身的要求是什麼 就方方正正的 然後差不多三個房間吧 我寧願開車開久一點 也不要...就是房間很小 我寧願開久一點 然後你是要不再跟家長同住了 對 我爸媽可能 我爸媽他們現在也安頓好了 所以就該我自己 以前在內湖我們看得到 然後直接三十幾萬 就覺得差不多了 現在都是五六十 七八十 豪宅也破百 可是七八十還可以買嗎 那是全新的 那我當然說 這個未來會開始做一些區隔啦 就是豪宅歸豪宅啦 那一般的居住型的這種產品 會切割開 所以你們不要求住豪宅嗎 豪宅也有便利店 豪宅下面怎麼... 比方說一品大廈樓下就有便利店啊 走個十分可不可以 我就是想要在我家正樓下 你就直接住那個7-11座裡面 你開一個座 對啊 如果豪宅有的話我會想想未來 等一下 一定要有管理員嗎 最好不要 對啊 因為我喝醉好丟臉喔 對 管理員反而讓你沒有隱私感 但是...對啊 我覺得不要有管理員 沒有管理員的話 快遞你通常要自己收喔 7-11可以幫我單手 所以你人生要求是 7-11在下面 7-11在管理員最便利 他最後可能會在7-11上班 所以內湖 你是說不要以豪宅為對象的話 3、40萬是有的 是老一點的 那現在好一點才四、五十萬 因為內湖的生活技能非常完整 陳一菲可以考慮內湖 有 我在看 我在看民權 民權這邊 可是你去看房子的時候 你是有故意不讓人家看出來 是你嗎 他們就會開始八卦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殺價 會殺不下來 你是戴口罩嗎 還是怎樣 一開始戴口罩 是因為我朋友跟我講說 有時候那個屋子 如果不是新的 後來都灰塵 後來去就發現 只要他知道你是做演藝工作 他可能那個價錢就看不下了 所以你說賣房子的人 還是有覺得明星就是錢多是不是 會 而且他會故意提就是 可是這不是很矛盾嗎 銀行不貸款給明星 可是賣家卻會覺得... 肯定啊 因為仲介尤其喜歡 像那房仲 尤其喜歡這種名聲 誰誰誰來看過 然後他就會跟你拉勒 是 那個誰誰誰來 你跟他熟不熟 然後他就想怎麼樣 不管有沒有跟他買 或者只是來看 搞不好只是進來借廁所 他有人說我跟他很熟 所以如果他們去看過房子 仲介可能就會用他們名字 跟下一位看房子說 那個誰誰誰也來看過 這房子有誰看過 他那時候出家多少 我都沒有賣他 對 所以你藝容有用嗎 人家真的有... 沒有 我覺得帶那種 就是裝潢啊 那種專業的朋友去很有用 一走進去他就拿尺寸 帶專業人士去看 他們就開始就... 他們就不會講一些 因為通常都會講一個故事 就跟你說這個房子是 人家托我賣的 然後這個是國外的小朋友 沒有要回來住 然後現在突然間沒有辦法住了 你就會覺得 是要給自己家人住的 所以應該不錯 其實都會... 他們都會講一些類似的故事 可是你帶專業的人去 他們就一聽就聽過了 就... 所以專業的人去 動作就是要拿尺出來量嗎 對 或是直接拿完尺以後 就拿那個蘿... 蘿蔔...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不能這樣 這個有用嗎 我覺得我們自己看 我們也會 我基本上會帶一個小的 留意像高爾夫球 或者硬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彈珠 對 因為房子是手工做的 所以搞不好... 不見得都是平的 你就在那房子上一滾 他會往哪個地方滾 這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 拿個稍微硬的東西 去敲一敲 有的時候他那個施工磁磚啊 或者地磚沒有鋪得很好的時候 都會聽出那個空的聲音 你這樣敲 那房仲不會生氣嗎 不是... 不是這樣砰砰砰啦 就在這個地方敲... 然後敲到隔壁就... 他敲... 牆壁就掉下來 他就... 那個東西就是說 大概... 因為剛才其實講也沒有錯 找專業的去也比較有用 尤其說你自己不會看... 看不懂房子的話 找設計師去最好 所以我覺得很多年輕人買房子 不要只看數字 那個價格會有迷思啦 對... 那個風水師萬一拿樓盤進去 然後那樓盤一直上來轉... 對... 就被殺掉了... 就被殺掉了... 就被殺掉了 自己就會喊起來了 那就可以直接做電視節目了 就是把它反下來當攝影師 所以請問那個業界有一個講法說 每一個人要買房子 他起碼得看過幾戶嗎 我們都講時間以上 時間以上 時間 看時間 看十個就可以選到一個了 基本上就... 你就決定說你O不OK了 你到底懂不懂房子了 我們講基本上... 你們都看過時間了嗎 我看50了 你看了50間 然後有看中的嗎 然後就是可能集中一點 選幾個喜歡的 然後再請老師一起去看 跟我朋友一起去看 而且看了嗎 所以你是已經有可買的對象了 是不是 之前有一間真的很好 可是它的外面的巷子真的 就裡面都很完美 可是它外面的巷子就是 如果你帶朋友回去 你會覺得 朋友會覺得他被搶劫的感覺 就那風水很怪 就比如說你在任何朋友 女生都會... 女生都會... 朋友醉 朋友醉... 朋友醉... 女生總是有需要啦 就風水很糟 不是 你剛好認識 你怎麼知道 你說朋友醉了 然後你帶他到後巷 然後他就以為你要... 沒有醉 是沒有醉 是沒有醉 看的時候還跟他說 這是我家... 這是沒有醉 被誤以為要找家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買房子 如果你看中這個地方 你要白天去看 下午 晚上 上下班時間 尖峰 放學 然後雨天 晴天 颱風天 什麼可能這樣算起來 一個房子看六次 時間就六十次了 差不多...真的 所以你是這樣看的 我有朋友他之前就是像這樣子 他講說像道寬敞 然後他也沒怎樣 他就要簽約... 但他沒有去看過很多 他只是覺得感覺對了 他買 結果他開始裝潢的第一天 糗了 打牆壁的車子開不進去 送家具的車子開不進去 要吊鋼琴的車子開不進去 這不是應該用目測 就知道開不進去 他的那一條 本來都可以啊 但他那一條 他平常是那一種 有點類似市場 他只要12點 他12點以後就是收乾淨 你根本看不到東西的那種 早上是菜市場 他是早市跟晚市 那就符合安君燦啊 樓下就有賣賣 他還敢來賣賣 對啊 我也不主 他應該沒有辦法忍受門打 他要拿兩條魚這樣 對 哈哈哈哈